刚买蓝鱼雷,伊朗又看上中国封存军舰。美,希望能够拒绝。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,由于我国海上力量不足,我军更责重于近海防御,022导弹艇在那段岁月中成为我国守卫海疆的利器。 022导弹艇排水量仅250吨,采用全自动电子技术,最高航速为50节,装备U-83反舰导弹8枚,突防速度1.3马赫,射程285公里。 022导弹挺个子小,但多年来,多亏这艘小舰,方能鹏动辄就是晚吨级的美国战线。 在近海对抗,该舰具备超时巨反舰能力,火力猛,速度快,灵活性强,被美军称之为近海防御小幽灵。 而且针对当年我军海上力量不足的情况,解放军大量建造022导弹艇,并发挥狼区战术的优势,多次逼退袭饶我国海疆的外舰。 不过,随着我国海军力量的快速增长,一搜搜巨舰注意后,022导弹艇开始退居二线,目前,大批022导弹艇被我军封存,保存在军港中,在战时随时可用。 近日,有媒体爆料,随着中东地区局势恶化,伊朗形势不容乐观,在上个月底的马来西亚航展上,伊朗对我国展出的鱼腹八形鱼雷兴趣浓厚,疑似向我国一口气下单数百枚。 此外,得知我国大批022导弹艇被封存,伊朗紧急找上门,希望能够从中国带走022导弹艇。 对素有中东之虎之称的伊朗来说,若能顺利带回022导弹艇,对其封锁狭小的霍尔木兹海峡绝对是一饼大有弊意。 相对于中国漫长的海岸线,狭小的霍尔木兹海峡才能真正释放022导弹艇的威力,对路过军舰构成致命威胁。 据媒体披露,此前伊朗就同中国商量过022导弹艇的采购事宜,目前局势紧张,欲发凸显022导弹艇的重要性。 不过,美国海军可就不乐意了,本就对4月份伊朗采购我国鱼负8型鱼雷很不满,对伊朗购买022导弹艇,美国方面希望中国严慈拒绝伊朗的无理要求。 这么说,美国的意思是禁止我国向伊朗出口022导弹艇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